大家午安 谢谢林博士的这个介绍 我们大家是一起来研究 然后差不多一年多以前 我们从媒体网路报纸看到Michael 在写台湾问题 我们就觉得 又产生一个美国友人 难得 所以我们就看看他的文章 跟他通通信件 email什么的 他写得越来越好 他说两年前 他不知道台湾 他不知道台湾以前的历史 台湾以前的地位 后来他就开始研究 他去 他就在Western 他去哈佛大学图书馆 他好好研究 然后他发现 毛英九写的那个博士论文 写的乱七八糟啊 所以他发表这篇文章 我们看着觉得 哇哦这个人敢讲话啦 所以他为台湾一直努力 然后研究台湾历史 研究台湾法律地位 然后他的文章 现在有很多官员在看 所以接着那个陈老师 还有林博士 邀请他来台湾 参观个十天 然后希望他多多听到 台湾本地人的声音 希望你大家反映给他 你的想法 你的心愿 种种 叫他回去 都学得更好 他在这里碰到 大学教授 还有历史学教授 还有其他研究 台湾的法律 种种 他一个一个也跟他们谈谈 也碰到一些政府官员 有的官员已经是离开政府 但是他知道那个运作 知道了很多 各方面的人 他都接触 然后请教他们 他可以这样 可以了解更多 他回去 可以学得更好 那会继续 跟美国国会 跟美国国务院 还有跟其他的部门 美国国防部 跟他们好好的沟通 这个台湾要自己管自己 而我们不打算 给中国管台湾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 美国会变成我们最后的朋友 他会去 会继续 跟这个国会 国务院什么沟通 他会写很好的报道 因为他刚听到 很多台湾人的声音 所以 我们祝福他 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成功 我先 museum 我愛你 好 欢迎 我评论 谢谢我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你 紧 可 movie 画уль 但 这 200